孩子喜歡重複念同一本書是正常的現象 熟悉的故事對他們來說就像是好朋友一樣 每天都要跟好朋友見面 此外呢,他們的心智還有生活經驗也在不斷累積 所以即使每天都讀同一本書 他們還是可以在書中發現許多的新鮮事 像我以個人的經驗跟爸爸媽媽分享 通常在家裡面我跟孩子每天會共讀兩本書 一本由他挑,一本由我選 通常孩子就會重複的去拿他喜愛的書籍 那我則會選擇一些孩子比較少看的 或是我覺得在這個階段適合他的書來跟他分享 那當然有一點要提醒爸爸媽媽 在選書的時候呢,我們有時候可能會給他大量的書籍 所以每天會不斷的換書 這是不太恰當的哦 我們應該要反覆的去閱讀 讓孩子對這些書產生興趣跟熟悉感 進一步的跟這些書交上朋友 我們一會兒再接著 究竟然有內容 如果對這些書看我做天文 但我可以問你 我最高證的書 累積